主罗门的圣殿 我们谈到虽然在人的眼中它叫所罗门的圣殿 也的确是所罗门出人,出钱,出力,出时间把圣殿完成 但是在神的眼中,大卫对神这颗全心全意的付出是更蒙纪念的 对大卫来说,我不需要做主角 对大卫来说,成功也不需要由我来带头 只要神的家得荣耀,只要神的名得尊颂,我就可以了 好像在新约的施洗约翰一样 施洗约翰说,你不用看到我,你也不需要知道我是谁 我只是旷野当中的声音 你要听我所说的话,来认识救主基督 所以,他必兴旺,我必衰违 因为有这样子,不求被人看见,不求人来的荣耀 所以,神就将他升高,使他大得尊荣 人将神放在心中 神就将人放在手上 你心中有神的教会,神的眼中就有你的家庭 所以,藉着建造圣殿,让我们看到大卫的侍奉 虽然神没有答应让大卫建殿 大卫没有生气 大卫也没有两手一丢说,那我不管了 大卫说,如果我不能够做这个,那我做神让我做的 不管做什么,只要是为神所做 我为神家所做,我就欢喜 那这个是大卫他人生当中最在意的一件事 甚至到他年纪老迈将要离世的时候 那他仍然交代他的儿子所罗门说 神要你建殿,这是你的机会,这是你的恩典 所以把握机会,能够得到这个可以侍奉的恩典 所以今天,你我也要有一种正确的态度 不管是奉献还是参与教会的工作 我们不要以为是我在帮助神 我在帮助教会 好像自己做了很多,好像自己很有价值 甚至觉得,甚至有一种好像教会欠我的,神也欠我的那种感觉 你看我付出这么多,你看我奉献这么多,你看我做了这么多的圣工 其实你看,从大卫,从保罗都告诉我们 今天有机会参与能够服侍是一个恩典 因为讲实话,神不需要你的 神为什么需要你 讲实话,神也不需要你的钱 神说,金子是我的,银子也是我的 我震动天地,万国的珍宝就运来啊 所以,奉献的态度要正确 是因为神恩典很多,我才有机会能力奉献,不是吗? 今天让我们再想一想哦 有时候,当我们谈到十一捐,我们觉得好多 这么多的钱,我可以拿去买别的,要奉献,心好痛 你再想一想哦 当你能够十一捐奉献很多,只代表一件事情 只代表说,神所赐给你的更多 原本你一万块要奉献一千块 哦,心痛 神说,很心痛啊,好吧,那就让你赚五千就好了 赚五千,你只需要奉献五百啊,你不就不痛了吗? 请问一下,你是宁愿赚一万奉献一千,还是赚五千奉献五百呢? 他说,其实你能够奉献,你能够付出,只代表说你恩典更多,不是吗? 那有时候讲到这个奉献,讲到这个十一捐,我是觉得蛮有趣的一个话题啊 哦,你看哦,今天有时候我们都舍不得啊 但是你再仔细想一想啊 当你奉献把钱拿到教会 然后呢? 然后神有把你收走吗? 神来了,奉献箱打开,全部收走,带回天上,有吗? 没有嘛,你奉献,啊,然后钱去哪里了? 拿去付电费,所以你聚会的时候不会看不到圣经啊 拿去开冷气,所以你夏天的时候聚会不会和牛夹背啊 拿去干嘛?拿去做爱餐,所以你中午的时候,哇,给它吃回来啊 所以你奉献,然后你用它,你吃它,把它全部吃回来 神还说我要祝福你啊 所以有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你会觉得很不舍得呢? 你奉献,然后你把它全部吃回来 然后神再赐福给你 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不要? 所以要聪明一点啊 如果你还是舍不得哦 那你就中午多吃一点嘛 你就吃回来啊 那你咖啡多喝三杯嘛 对不对啊,这样神一样说,没关系啊,我一样还是要祝福给你啊 这么好的事情 所以今天能够付出,能够奉献 是要像大卫一样觉得,我是何等的不配 你还这样的爱我 所以今天,我们有能够的能够要求 我们的能够,我们的能够,我们的能够 那我们就继续来看大所罗门的圣殿哦 我们请翻到《列王纪》上的第七章 列王纪上的第七章 第七章的第23节 他又处了一个同海样式是圆的高五轴近十轴为三十轴 在海边之下周围有野瓜的样式 每周十瓜共有两行是除海的时候除上的 25节 有十二只铜牛陀海 三只向北三只向西 三只向南三只向东 海在牛上 牛尾都向内 26节 海后一掌 边如碑边 又如百荷花 可容两千八特 在这边继续讲到所罗门的圣殿 按照神的规矩 与分负尺寸蓝图 所罗门来建造这个圣殿 Solomon built a temple according to God's instruction God's blueprints 那有圣殿 圣殿分层 这个圣所跟至圣所 那然后外面有庞屋 有三层 越往上越宽 而这个旁屋是倚靠圣殿的墙 才得以稳固 让我们想到在雅各当中 所罗门说到 那从旷野上来 倚靠良人的是谁呢 其实你看 雅各这是一个很美的一幕哦 从旷野艰苦之地走出来了 那如同百合花在荆棘当中 仍然美丽 但是怎么样从旷野中上来 怎么能够超越荆棘成为美丽 那他说那靠着良人上来的是谁呢 那就是你我这个圣殿的旁音 倚靠着殿墙而不至跌倒 然后这个圣殿的门口 圣殿的最外面 说这个圣殿的外面 又有两根高大的柱子 这两根柱子 一根叫做雅金 一根叫做波阿斯 而这两根柱子是你远远的 就能够看到的 圣殿最清楚的指标 所以对任何想要寻找圣殿 任何想要亲近神的人 你一抬头看到高高的柱子 你就知道圣殿在那 那而这两根柱子 一根叫雅金 一根叫波阿斯 那雅金的意思就是神必建立 那波阿斯的意思就是神是我的力量 所以当你希望生命被建立 当你希望信仰被建立 当你希望人生得力量 你希望看到雅金 你希望得到波阿斯 你就必须要朝着柱子的方向 圣殿的方向来前进 所以当你看到雅金 当你看到波阿斯 当你看到柱子 你就知道神殿在哪里 那来到神面前 我们所追求的就是 信仰被建立 神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 所以当你看着柱子一直前进 来到了圣殿的门口 你看到什么 在这里告诉我们 你会看到铜海与铜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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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你来到圣殿 你会看到这个巨大的铜海 还有底下拖着铜海的十二只铜牛 那这个是圣殿当中 所有器皿里面 最大的一个啊 最显眼 你不可能忽略 你一定会看到 而且一定要经过它 不管你是谁 你要来到神殿 你一定要经过铜海跟铜牛 那我们早上就来谈一谈 这个圣殿当中 最大的这一项圣物 这里讲说铜海是圆的 高五轴近十轴 为三十轴啊 那我们可能比较难想象 它到底有多大 一个铜海 大概里面能够装 一万五千到一万七千加轮 所以 within the capacity of a seal cast bronze is of 1500 to 1700 liter 15,000 to 17,000 15,000 to 17,000 Gallon 你是加拿大人 你说Gallon 你说Liter吗 我们这边是用Liter 我们这边是用公升 对不对 你乘语4就对了 所以这个铜海的水 大概是六万Liter 六万公升左右 你又想 六万公升我也没有概念 我平常都一次只喝一杯而已 所以六万公升到底是多少 大概就是一个 正式奥林匹克游泳池的水量 所以这么多的水 放在铜海当中 然后铜海在圣殿之前 说你要来到圣殿 你要经过圣殿 你要去献祭的 一定要经过铜海 那为什么需要有这么多的水呢 其实在旧约时代 会幕门口 他们也有一个铜盆 而这个在旷野当中 会幕门口的铜盆 装水 是要让人洗手洗脚 神特别吩咐摩西 说人要来见我 一定要洗手洗脚 得洁净 才能够来见我 不管你是谁 也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不管你是高高在上的摩西亚伦 还是平平凡凡的普通百姓 你是祭司也好 你是立位人也好 你是有名望的长老 也不管 所以任何人 你要来到神面前 你要向神献祭 都必须要经过铜盆 洗手洗脚 没有洗手洗脚 随随便便 带着随便的态度 轻忽的态度 到神面前会被剪除 那这个铜盆的观念 跟圣殿前的铜海的观念 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人 一个人要来到神的面前 一个人献祭要得到神的预纳 他有要求的 那他就是 必须要洗手洗脚 来成为圣洁 那说不管你是谁 洗手洗脚得洁净 成圣洁是见神的第一个要求 所以在旷野当中 当神呼召摩西 摩西看到那个烧着的荆棘 Burning bush 摩西说 这是什么回事 我一定要去看看 你可以想象 摩西那个时候生活有多无聊 摩西在四十年当中 养羊已经养到脑袋都糊涂了 他讲之后 四十年的功夫 四十年里面 就是每天带着羊出去进来 出去进来 磨道啊 这脑袋都糊涂了 什么埃及的学问啊 通通光光光啊 摩西的生活非常地无聊的 顶多就是看看那个羊嘛 你乱跑把你拉回来 你乱跑再把你拉回来 他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啊 所以摩西看到那个 哎呦 有一个树虫烧着了 居然没有烧掉 这个是大事情 赶快去看一下 所以摩西其实那时候生活非常无聊的 所以他看到了就赶快跑过来 结果神跟摩西说 你所站着的地方是圣的 脱下你脚上的心 所以不是只有对摩西 对约书亚也是这样 在耶利哥城的前面 约书亚来观看这个城市 神的使者出现 告诉约书亚说 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 脱下你脚上的鞋 那说这就是这个洗浊盆 这就是同海 所给我们的教导跟观念 在教会当中 不是你的能力本事 这个不是重要的 你是博士 博士有很了不起吗 我的意思是说 博士了不起 因为传道没有怎么读书 我的意思是说 在神的眼中博士有很了不起吗 你说我是专业的管理人士 我管理大公司 我很有钱 我是大财主 其实你想一想啊 你的能力成就财富 在神眼中有很了不起吗 所以我们今天要认识到一件事情 今天在侍奉当中 不是我们的智慧 能力 恩赐 才干 口才 让我们的事工成就 甚至不是我们成就的功夫 能够让神得到喜悦 不是哦 你看 所罗门成就了圣殿 神有很喜欢他吗 其实神不喜欢他 神原本很喜欢他 但是后来不喜欢他 为什么 因为所罗门盖圣殿花七年 盖自己的宫殿花十三年啊 更可恶的一件事情哦 神把这个圣殿的蓝图给大卫 要大卫照着去盖 要所罗门照着去盖啊 圣经告诉我们哦 说所罗门盖好圣殿以后哦 用一样的蓝图 跑去盖自己的宫殿 是按照神的 这个专给圣殿的蓝图 拿去用在自己家中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让这些外邦的 外邦的这些兵妃 住到里面去啊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亵渎啊 也是惹神愤怒的原因啊 这个蓝图是给圣殿 是神荣耀的所在 你把这个蓝图带回家 你把这个尊容带回家 去盖你的房子 这是什么意思 那在旷野当中 神告诉摩西啊 说你要为这个祭司 这个大祭司 做华美的祭司的这个服装啊 说这是祭司的圣衣 要披戴 要戴上以福德啊 这个是荣耀哦 但是神特别吩咐摩西啊 你跟亚伦讲清楚 你跟祭司讲清楚啊 说你可以穿圣衣 但是这个圣衣不是你 不准带出去 不准带回家 你不能够说 你看这个圣衣好美丽 你看这个圣衣好荣耀 带回家里去盖 带回家去秀给我的家人看啊 你不能够说 哎呀你看这个衣服多尊容啊 来儿子啊 来你穿穿看啊 你把神的荣耀当作你自己的尊容 你把神家里赋予你的钱 变成个人 个人的这个威风啊 神说不可以 不然追讨你的罪啊 所以这个圣衣我们穿在身上 不要忘记这只是神借你让你占用 不是你的 不要穿久了以后觉得说 这件就是我的啦 不要把这个荣耀带回家中 带成 变成是我自己家中的荣耀啊 儿子啊 这件衣服是我们家的宝衣 传家之宝 父传子 子传孫 没有这种事情 神跟摩西说 你告诉亚伦出去的时候脱下来 然后放在专门收圣衣的屋子当中 甚至在亚伦要死的时候哦 神跟摩西说 你哥哥亚伦要死啦 神说 你跟亚伦讲哦 圣衣脱下来再死 很残酷的 亚伦穿这个圣衣穿了一辈子啊 神没有说 哎呀你穿了一辈子 要不然你带去做纪念好了 你看人家那个棺材都要有陪葬品 死掉还要你最爱的东西给你放进去 神没有说 你辛苦啦 亚伦啦 不然你穿了一辈子 这件你带走 神跟亚伦 神跟摩西说 告诉你哥哥 圣衣脱下来再死 不准带着圣衣上山 不准带着圣衣入关 因为这个权柄 这个荣耀不是你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记得 权柄荣耀不是我们的 就算你是摩西 就算你是亚伦 就算你是亚伦 the traffic light is for you and I 红绿灯不是给总统的啦 the traffic light is not given to presidents 不是给那些 有名望大人物 有警车开到 他们谁在看红灯的啊 it's not given to those who needs a convoy or police they don't need to look at traffic lights 这个世界是什么 当你有一定的身份跟高度 规矩就不会用在你身上 常常制定制度的人 都是最不守制度的人 但是在这里 神告诉摩西亚伦 神也要让你我知道 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 不管你是谁 你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 伟大的身份 因为在教会当中 在神的家里 唯一有尊容 伟大的只有神而已 百姓尊重摩西 百姓尊重亚伦 但是神要摩西亚伦 你一样洗手洗脚守规矩 祭司在侍奉 立位人在圣殿服侍 一样不管你做什么 来到圣殿 你先洗手洗脚再进来 昨天讲到佛罗里达 这个Holy Land experience 所以有机会 去佛罗里达 不要只去Magic Mountain 不要只是跑去Magic Mountain 其实到圣地之旅走走 蛮有意思的 我不知道大家以前 有没有听过 就是那个 祭司进到至圣所 脚上要绑铃铛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脚上绑铃铛 脚上还要绑一条绳子 绑一条绳子 为什么要绑铃铛 为什么要绑绳子 就是因为只有大祭司 可以进至圣所 但是如果大祭司不圣洁 就像说没有洗手洗脚 随随便便就跑进去了 面对神不接近 神直接就击杀 这样就有一个大问题 他死在里面 但是没有人能够进去 怎么样把他拿出来 所以就在脚上绑一条绳子 然后绑一个铃铛 这样子啊 这个大祭司在侍奉的时候 走过来走过去 你听到铃铛你就知道 哦还活着 当你没有听到铃声了 大家心就马上就提起来了 怎么回事 为什么没有声音了 为什么没有铃声 怎么回事 为什么都没有声响 拉拉绳子没有反应 糟糕死掉了 然后再把他拖出来 结果说 祭司说我睡个午觉不行吗 不行啦 这个圣殿自圣所服事 没有睡午觉的 当你听到铃铛声停了 你就开始紧张了 再扯一扯没有反应 就是死掉了 我过去一直以为 这只是一个传说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结果到佛罗里达 我们不是说那边有一个 真正有血缘传承的亚伦祭司吗 这个亚伦的子孙吗 他告诉我们说真的 所以他在那个 那个彩幕 在那个会幕的 这个仿造的会幕 他在告诉我们 祭司怎么献祭 他脚上是有绑铃铛 还有绑绳子的 他说真的会死哦 真的会死哦 就算你是大祭司 好像在人眼中很尊荣 但是如果失去了 最基本的追求圣洁 你觉得说 我可是大祭司 洗手洗脚太麻烦 大祭司觉得说 这是立位人的问题 这是立位人需要做的事情 立位人觉得说 我是立位人 这是普通百姓的事情 我们刚讲过 在我们的社会 人的社会里面 这个规矩 常常不能够用在 制定规矩的人 但是在神的家中 没有人 不管你是谁 没有人能够超越规矩 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或者是不管你是 什么老资格 说没有一个人大过神 所以没有一个人 有资格跳过规矩 所以这个 经过铜盆 洗手洗脚 那经过铜海 一样洗手洗脚 那在这边告诉我们说 这个铜盆 非常的巨大 那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一下 猎王纪上的七章 二十七节 他用铜制造了十个铜盆座 每座长四轴 宽四轴 高三轴 二十八节 做的造法是这样 四面都有新子 新子在鞭子当中 二十九 新子上有狮子和牛 与基路伯 边上有小座 有狮子和牛 并有垂下的樱绕 第三十节 每盆座有四个 同轮和同轴 小座的四脚上有盆 四脚上在盆以下 有促成的盆架 在旁都有樱绕 三十一节 小座高一轴 口是圆的 仿佛座的样式 进一轴半 在口上有雕工 新子是方的 不是圆的 好不念了 你也不用念了 因为我知道 大家都糊涂了 这里 每个字都认识 读完不知道在念什么 大家如果有兴趣 有空有兴趣 其实你在网路上 都能够找到 这个剖析图 它的解析图 这个听起来很复杂 实际上没有那么复杂 它其实像什么 那个饮茶都吃过吧 那个饮茶推车 有点类似那样子 它其实就是 有一个推车 上面有一个口 有一个口可以放一个小盆 小盆里面装水 底下有四个轮子 可以推着跑 其实你原本读完以后 觉得说 这个好高大上 因为你都看不懂 经过我解释之后 原来跟饮茶的推车 差不多 突然发觉很接地气 当然它的本身 它本身是设计的 非常精美 非常精美 但是不管怎么样 它的概念就是这样 十台小推车 上面来装水 为什么 因为铜盆太大 铜盆这么大 装着一整个游泳池的水 请问你要怎么用它 爬都爬不上去 难道你要进去洗手洗脚吗 所以怎么办 所以从铜盆的出水口 从铜海的出水口 把水放到这个小推车上面 有十台小推车来装着水 让所有来到圣殿 要来朝见的神 都可以使用 这个铜盆啊 这个铜还很大 里面要装的水很多 好像我们今天教会当中 有许多的责任事物 需要各项的圣工 怎么办 铜盆这么大 里面水这么多 怎么用 那告诉我们说 今天在服事的路上 不是单打独斗 不是光靠自己啊 所以把这个水放下来 经过十台铜 十台推车 大家都有办法处理 所以就像我们 就像我们吃饭在排队一样啊 说如果你人很多 但是你只有一条线 你就是等等等等等等 没完没了 不是吗 但是当你有两条线 三条线 四条线 就更多的人 能够在更短的时间里面 通通都得到需要 这个就是分流的重要 教会的工作也是一样 如果今天我们总是觉得 什么都是我来 什么都要我做 这个我也会 那个我也会 全部都要把它抓在自己的手上 你把自己累得半死 其他的人都没有事做 因为你做得太累 所以你做出来的工作 成效都不好 其他人都没有办法参与 你可以想象 当摩西年老的时候 面对着强大的亚马利人 如果摩西今天对约书亚说 少年仔 让我秀你一下 老当益状 我告诉你 想当年我在埃及 三拳打死一个人 你这么被你翻译 变得很奇怪 当年你几岁 当年摩西几岁 四十岁 现在都几岁 如果摩西说 少年 给你看看 你不要看不起我 然后去找他那些老伙伴 想当年 我们都是一起的 想当年 然后 找我的盔甲呢 我的刀呢 好久没用 结果一堆白发长长长 长胡须的 上来说 亚马利人 来吧 我不知道啦 说不定神一样 让他得胜 我不知道啦 但是你不觉得这件故事就不美了吗 问题不在他得不得胜 问题在于他做事聪不聪明 有没有认识到说 栽培下一代的重要 所以摩西没有跟约书亚讲说 看看我还是老当义壮啊 摩西对约书亚说 你 年轻人 你带人上战场 所以摩西跟约书亚的互动 是一个很美的教会里面 侍奉传承的榜样 就如同在这里 十台铜车 推出来 工作就得到解决 我们又讲到 一开始讲那种 成功不必载我的精神 为什么一定要在你的时候 完成什么工作 为什么要你的名字 放在上面 被大家知道 不需要啊 成功不用在我 只要神的名得荣耀 只要圣功得完成 我就欢喜 为神的家欢喜 所以这里看到 这个分工的重要 这十台铜车 一模一样 让我们想到什么 出埃及祭 他们在建造 这个会幕的时候 他们在做会幕的时候 也是那个 十幅的大的布曼 curtain 十幅的曼子 所以你能看到 他们在旷野当中 随时要搬家 所以这个会幕的墙壁 是用布曼 用 curtain来做的 停下来的 布曼挂上去 会幕就出现 那这就在这里的 在这个会幕上 这个十幅曼子 幅幅都相连 幅幅都一样 所以你能 see that all the currents are in equal size all the currents are working together to construct the tabernacle 而这个铜海 也是铜海下的铜车 十台都一样 告诉我们 我们的价值 说你跟我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差别 我们都是神家的仆人 我们都是 这个家中的弟兄姐妹 虽然你叫我传道 叫长老 叫执事 但是其实我们都一样 我们都是弟兄姐妹的 所以你叫我弟兄 我也会很乐意的回复 回应的没问题的 其实你到夏威夷 没有人叫你传道的 到夏威夷 他们都叫我们弟兄 其实我们到非洲 他们也都叫我们弟兄 他们对一下 他们觉得弟兄 弟兄姐妹 是一个最美的称呼 或许我们有传道长职 有这些 但是这些 不是身份 这个叫做执分 所以这是我们的执分 是我们的责任 而不是我们有什么高高在上的身份 所以当你看到有人 当你 有人案例长老的时候 你也不用恭喜他 升迁了 从 什么什么 直视 直视 往上升 升到便长老 没有这种事情的 这个跟外面的社会不一样 这个不是一个升迁 这是一个赋予的托付的责任 所以我们今天 如果拿开这个执分 这个责任 你我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弟兄姐妹 我们都是这十福慢子 福福都一样 只有你我 福福都相连 才能够成就 会目的存在 这十台小车 车车都一样 只有我们一同出动 才能够完成这个 重大的使命 所以我们要认清自己 什么是最有尊荣的身份 最有尊荣就是 主里一家的弟兄姐妹 就是神国度的仆人 这是最有尊荣的身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请一起默导 我们先走 我可以试试一下 我们来试试一下 我们再试试一下